Hello,我是Space 今天来说一下新玩家要知道的第二件事 有观众留言说想看一期关于改枪基础的概念 我就在这里简单的说一下最重要的几点吧 知道之后大家应该都可以改大部分的枪了 首先在Tarkov里你要在HiO升级1等的Workbench 这是方便你学习改枪的第一步 然后你按Moding或是Edit Preset就可以看到这个界面了 准备好之后现在就说一下改枪的基本概念吧 Tarkov里的改枪我会把它分为五个重点的部分 瞄准镜、枪头、前窩把、后窩把和委托 我们以减少后座力和提升Ergonomics为目标就知道改得好不好了 Ergonomics或者是Ergo会影响到你的开进速度 我先用大部分的新玩家应该都会用的AK74M作为例子吧 第一点瞄准镜 大家应该都知道铁瞄不是很好用 通常最基本都会装上瞄准镜或是红点 而这个游戏最真实的部分就是红点也不是随便就可以放上去的 你要先安装一个Mount 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直接换可以装上瞄准镜的Dusk Cover 另一个方法是加一个固定器上去 这次我们先选择B13V吧 装上去之后你就可以加你喜欢的瞄准镜上去了 如果你换Dusk Cover的话 最好先把这个Rear Sight拉掉 因为它和其他一些Dusk Cover是不相容的 你就可以装不上去 第二点是枪头 枪头可以装上Muscle Break Compensator等等的制动器 去减少枪的后座力 这游戏而言 枪头对后座力的减少是很显著的 而另外你也可以选择装上效应器 效应器通常对后座力的减少比较弱 但是可以消音和消除开枪时的火光 方便你瞄准和射击 以AK74而言 最好用的枪头是PWS CQB 我这里就用M4A1作为例子 让你感受一下有没有消音的分别吧 个人是比较喜欢用消音的 第三点 前握把也是减低后座力和提升Ergo的重要配件 而前握把也像红点一样 需要装上固定器才可以放上去 以这把AK74N为例 现在这个标配是不能装上RK1、RK2等等的前握把的 要装上的话你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这次我们选择CMRD 跨了之后在下方的位置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装上固定器 装上之后就有很多前握把供你选择了 你需要最低的后座力的话可以选择RK2 你需要平衡一点的后座力和开进速度的话就用RK1 有钱的话就可以用斜握把 如果觉得CMRD很贵的话 便宜的选择可以用Polymer 在Prepper里买的话很便宜 不用再加固定器上去 直接装上RK1就可以了 第四点 后握把对后座力是没什么影响的 最主要影响的是ERGO 就是开进速度 提升开进速度有助你瞄准和应对突发情况 譬如突然发现有一只老鼠在旁边 以AK74M来说最好用的是RK3 有最高的ERGO的增加 而譬如M4系统的枪会建议使用HKERGO 也对开进速度有很大的帮助 第五点是 尾托在Tarkov里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最影响枪的后座力 也会影响到ERGO开进速度 尾托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以AK74M来说 最好的是先换上这个后拖固定器 再装上SANET PT-3 这个是AK74M最好的尾托 提供最多的后座力减少和ERGO的增加 如果是AKM就装上Drewgolf S 这个也是很强的尾托 素质十分好 M4系列的话就装上Advanced Tube 还有HKE-1 也会提供很高的后座力减免 只要掌握了这五个重点 基本上大部分的枪你都可以试试去改了 当然如果你把枪改到最好的话 还需要考虑舱管的长度 Upper Receiver 弹霞的配合 高背径 和侧镜等等 枪管的长度我也可以在这里简单的说明一下 以我以前介绍过的RPK为例子 RPK只有15和22两个枪管 标配的是15 假设其他的配件一样 换上22之后你就可以看到 后座力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新玩家如果不太熟的话 我建议先不要改枪管 因为很多配件只跟特定的枪管相容 比较容易产生混乱 RPK的话我是很推荐 因为很简单就可以改得到 好了以上就是改枪的基本概念 刚刚展示的AK74N不是最好的改法 只是讲解给大家知道改枪的可能性在哪里 如果想知道特定的枪的最好的改法 或者最高新加比的改法可以留言 我会尽量回答 谢谢大家看到最后 喜欢频道内容的话 记得订阅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